第一題當然我們必須要談一談 陳中辰的46條寶貴人命 這場大火燒出了高雄太多 又老又窮的黑暗面 確實是如此 陳希麥在重新回到了 高雄市長的寶座之後 高雄市有改變嗎 重點是態度有改變嗎 說好的不迴避責任 話都講得很漂亮 我負責 我不會迴避等等 然後沒有然後 惡火燒出了塔綠班戀戰權威的殘忍面目 是這樣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最高領導 蔡英文 蔡主席 蔡總統 10月16號 蔡英文到殯儀館去制議 畫面是由高雄市政府新聞局事後提供 新聞局說 這個畫面是總統府提供的 那麼整個過程 我們看到前面 既然是影音 有影像 有聲音 但是很特別的 他跟罹難者家屬互動的聲音 卻沒了 只剩下影像 很奇怪 在前面是有影像 有畫面 大家知道 你現在看我們的這個節目 是不是 有畫面 有聲音 這才是個正常的一個視頻 前面都OK 前面參議完去行禮如意等等 都是有影像 有聲音的 但是唯獨他跟家屬這樣 近距離互動的時候 突然之間沒有聲音 這個沒有聲音顯得很不尋常 因為說實在的 你是行禮如意 這個還好 但是這個反而應該是現場最動人的一幕 總統親自面對面的 近距離的去安慰這個家屬 照理來講 這應該是最動人的一幕 假設總統府或什麼要做宣傳的話 要能夠打動人心 要真的讓這個罹難者家屬 覺得心情受到撫慰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這個部分沒有聲音呢 兩種可能 第一個是家屬槍他嗎 不想被聽到嗎 第二個是蔡英文講了一些 不適當的話 不得體的話嗎 是不是呢 如果蔡英文講得很好 家屬欣然接受 雙方有個非常溫馨和諧 或是和解的一種氣氛的話 那為什麼要把它消音呢 這個過程就聽起來很奇怪 好 那從下車到上車 總共是6分30秒 很多已經不太滿意了 46條寶貴人命多少的家屬 蔡英文在這裡只花了6分30秒 你覺得太短嗎 今天就是一個腰斬的概念 今天的聯合公計 蔡英文也來到了現場 我們特別算了 他從下車到整個儀式走完 到他上車多少 只有3分44秒 漢體 你先來看一下這個時間 說實在的很多人不敢相信 46條寶貴人命 全國降半起 這麼一起重大的 高雄史上最大的一起活警 蔡英文聯合公計 現場只停留了3分44秒 那很顯然的是 沒有把人民的性命 把這件事情放在心裡 你就算是做個樣子 也不會只有這麼短的時間吧 但導播 你再把蔡英文下面的行程 單拉出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蔡英文今天有幾個公開的行程 稍後我再丟給漢婷 來 導播 好 你看到 這是蔡英文今天的表定公開行程 早上10點鐘有沒有 出席城中城大樓的火災等等 然後她出席一個城大醫院的活動 這兩個都是 一個是跟高齡有關 一個是智慧啟航的半導體的 一個接牌儀式等等 你看到這些活動 這個活動他預留了40分鐘 這個活動也將近大概30分鐘左右 後面的兩個活動 總統停留的時間都很長 這個活動 聯合公祭46條人命 他在現場只停留了3分44秒 所以我覺得一比較之下 你覺得大家會怎麼想 罹難者家屬會怎麼想 高雄人會怎麼想 他如果藉口說 你看他要趕著下一個11點的行程 或者是公祭完 當然是總統先公祭 後來才輪到其他的 可能市長貴賓什麼的 但關鍵在於說 政治人物參與公祭 很重要的是 那你提前多久到 才能展現你的誠意 因為像在有幾次的公祭 其實我都會巧遇到 馬英九前總統 那麼當然因為他是前總統 就是地位最高 所以當然在私儀念叨的時候 他都是第一個 而且公祭完 他當然先離開 但關鍵是我看到的場合 馬前總統都很早到 而且到待很久 並不是說真的家計完了 然後到了要輪到公祭的時候 你才姗姗來遲的下車 你才去點個箱 舉個工 就走了 那這是來打卡 這不是來公祭 這是在作秀做個樣子 就好像到了現場拍個照打個卡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 他必須要用消音的方式 因為他接受不了 或者他害怕擔心 各種的狀況出錯 他要的只有畫面 他只要畫面 他不要聲音 他不要多餘的雜訊 這應該是一個事後消音 因為拍的時候不可能消音 拍的時候聲音影像 一定會進去 所以這個是高雄市府新聞局 發給媒體的影片 因為他是一個不公開的 這個影片後面 突然直接沒有聲音 因為在最後他的臉書上 他只放了照片 然後按讚非常的高 然後留言什麼的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蔡英文知道說 其實我到現場 我只要取個畫面而已的話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講話 我也根本不需要去在意別人說什麼 我只要有一個好的形象 這就是目前民進黨跟蔡英文 他的這些團隊在試圖營造 他只想把他想給你看的蔡英文給你看 那真實的蔡英文大家都看不到 所以當天到底具體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加速說了什麼話 所以你研判 你研判後面為什麼嚴重要到消音 我覺得也很特別 因為他前面就是聲音都有 那後面是怎樣 機器突然壞嗎 不太可能 拍總統的機器怎麼可能會壞 對不對 所以後面都是這一段 最關鍵的時刻 我剛才講 本來應該是最動容的一個現場 就是這段現場沒有聲音 那當然我覺得要嘛是出事 就一定是有被嗆 或者什麼 或者是他又講錯話 比如因為蔡英文 他不看稿 基本上他就很容易講錯話 所以他自從那個 你們要自立自強之後 以及去搭的裝甲車去勘宅之後 基本上他就很少自己的講話了 像他上次去探訪災民的時候 也是講了一些很不得體的話 他對於這種場合真的很不擅長 安慰別人等等之類的 春秋老師是不是 不管什麼內容 絕對是不可以消音的 為什麼 民進黨政府天天吹說 台灣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裡面的新聞自由很重要 你為什麼要消音 你消音這個東西本身是不對 這是他主動提供的畫面 你對比陳柏惟多麼希望 過去十年能夠消失 可是消失不了 今天蔡英文大權在握 要讓他消音就消音 這個是最可惡的地方 你想想看 如果那個商家說 總統你來了 讓我心裡踏實多了 非常感謝你來 我們就覺得有希望 如果是講這種話他會消音嗎 對 當然不會 保證就是這些大方特方 那當然就是重點是不管正面負面 你今天一個站在一個新聞自由的立場 你可以讓這種 對你不利的訊息新聞就消失掉 這個是完全侵犯到我們的基本的權利 你這個他問題是他做起來習以為常 好像不怎麼樣 第二個你想想看 你剛剛PO的那個行程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都當過這些行政人員 如果他今天的時辰剛好顛倒過來 他在這個地方 你說工具不能待太久 前一天前的去殯儀館去制疫的時候 他如果待了一個鐘頭 後面這種 到了一下 致辭完心裡路就走了 那老百姓會怎麼看說 真的有心 他真的是打從心裡 感到愧疚 而且真的要來面對問題 不是 很清楚的這樣的行程告訴我們 他去那邊致辭 展現他的power 你看我有夠的 鐘頭來給你們東西 展現他的政績 享受光環 他當然願意待很久 沒有壓力 還很受用 可是他到了 不管殯儀館的現場 工具的現場 他壓力大得不得了 可是你展現一個人的擔當 就是明知有壓力 可是這是你的責任 你硬著頭皮 你都要頂 甚至你應該真的打從心裡 感覺說真是痛苦 這個老百姓受難了 真的是我的責任 他真的願意下去了解 孔子不是講嗎 他如果那天哭他就不割 結果他突然間掉個上 馬上到後面致辭 享受光環 在那邊當當他的總統 所以鑽琪老師你看到 這非常糟糕 他後面兩個活動 基本上都是屬於 擠上天花形的 什麼街牌這種東西 都是收割的一個概念 那前面是什麼 前面就是你主政之下 沒有做好 導致這麼多的人命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看到什麼 看到他的時間分配 展現了什麼東西 是在他的腦袋裡面 是放在前面 所以這個部分 他都時間極度吝嗇 就是一個沾醬油的概念 有沒有這邊三分幾秒 這邊六分幾秒 但是到了要收割的一個現場 到了一個榮耀自己的現場 他的時間就花很長 他待起來很自在 很愉快對不對 而且又可以展現他的成績 那個該負責任的地方 他就是沒有真正要負責任 一個真正負責任的 對這樣一個場合的時候 他是不會迴避 看他迴避 就知道一點誠意都沒有 還會讓聲音消失 那簡直是 不要天天那麼吹 台灣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這個像樣嗎 丟人丟到頂了 好 陳中成功記 蔡英文今天去了 只待了3分44秒快閃 你的看法是什麼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稍後來回收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們看完蔡英文今天的表現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陳其邁 當然對於陳其邁來講 沒有辦法迴避 這不是我說的 他自己說的 10月16號的時候 一發生他就說 他要深切反省 不會迴避我的責任 好 你知道你有責任嗎 你知道你應該反省嗎 那請問到現在9天了 反省出什麼 你的責任是什麼 對不對 10月17號他又說 作為家長心如刀割了 不會迴避責任 又Repeat一遍 然後會釐清真相 10月20號更有肩膀了 他說所有責任我都要承擔 然後到了今天我們看到 高雄市議員邱宇軒跟他講 怎樣 陳中辰爆發到現在為止 他的善款已經飆到了 各界捐款飆到了2億多 冒出了冒領善款 消防公安檢查不利 民政等等的系統失能 這些是死傷慘重的原因 沒有錯 我們稍後一一來再爬梳一下 然後不可思議的是到現在為止 不但沒有官員下台 連停職都沒有 連自情處分都沒有 所以他覺得陳其邁 好啦保主帥 市長是人民付出的 你很重要你不能下台 我覺得他這個建議其實滿中肯的 你是不是灰淚 斬掉一個你手下的人 落實責任政治 46條保固人命 連個自情處分的官員都沒有 陳其邁說什麼 漢婷 陳其邁說抱歉 現階段以照顧罹難者家屬為優先 你怎麼看待蔡英文 思考中的先後順序 我覺得跟台灣的民眾 對他的期待不一樣 陳其邁好像也是這樣 我是很認真的梳理陳其邁 事發至今的臉書 因為現在有人講說 我要放他臉書幹嘛 但我們細細檢視才發現 光是在這件事情當中 就有跳票 首先他每天臉書 當然是都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跟大家報告 每一天住進加護病房的有多少 然後每一天在一般 普通病房的有多少 都祝福他們逐漸恢復健康 或早日康復 受到最好的照顧 我講的剛才這些 就是他每一天PO的東西 就他每一天就跟陳時中 在報名牌一樣 天天在告訴你 今天有多少人 住家或病房 每天住的數字其實差不多 或者出院人數也沒有太大改變 市長報告這個數字幹嘛 我們應該是看 那關於公安有沒有改善 這最基本的 我們就算不談在政治上 你到底要不要下台負責 公安有沒有改善才是最基本的 在10月15號 陳其邁的臉書 說昨天已經開過會 我們跟了某某跟了公務局 什麼局 消防局 然後會在三天以內 要來體檢的高雄 30年以上住商混合大樓的這個狀況 所以理論上14號加三天 就要全部解決完畢 結果到了17號 到了10月17號 他的臉書一樣說什麼 他說我們會在三天以內 然後來盤查這些設施 已經跳票了 你14號說三天 然後你到了17號 還在說三天 然後到了20號的時候 才告訴大家 有 我們已經盤查好了11棟 不是總共有30幾棟嗎 那你不是說三天內 要全部解決完嗎 結果都到了6天的時間 你只盤查到了部分 只做到了部分 光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陳其邁在高雄 就連通盤檢討所有的 這些公安危機都是跳票的 都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難道不需要再負責嗎 你先前出事 需要負責下臺的 你沒有負責下臺 你說好 要留著你 好好來管理 好好來檢討 那你自己承諾三天 要檢討完畢的 你也沒有三天檢討完畢 你拖了六天 拖了七天 到了現在 你還在檢討當中 那是怎麼樣 一直給你拖拖拖 那如果你一輩子都檢討不完 是不是永遠都不要下臺 那沒關係 就是明年就讓你換下臺 是 而且他這個屬下 我們看到這個公務 消防等等 真的連個自行處分都沒有 大家一片祥和的一個概念 好像怎麼樣 這個46寶貴人民 嘴巴上講心如刀割 但是感覺上是不干我事的感覺 所以我先回收一下 大家的意見好不好 我們今天大家留言 非常非常的踴躍 然後我順便問大家 陳中誠46人死亡 陳其邁說不迴避責任 你覺得他有沒有負責任 有的話請你加一 沒有的話請你減一 我們看看網友的意見 這個傅雲說 咋走流程而已 菜什麼沒救了 歪樓公祭現場根本沒有督搞機 所以應該是講錯話 是這個看法嗎 柏鏡說今天公祭馬上忘記 果然如此 再來 海芬不如不要去對不對 江江因為公祭後就忘記了 所以時間不需要太長 你講得很對 以米秀下線 好 再來 路過的球球 他大概覺得去公祭觸眉頭 所以只待三分鐘 TW建高雄海董一小時 建罹難家屬三分鐘 是不是 總統時間很寶貴 正是因為寶貴 所以你分給這些罹難者家屬 分給公祭現場 多少時間 三分鐘 六分鐘 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 我請大家來投票一下 那陳其邁 陳其邁口口順聲說要負責 他到底有沒有負責 剛剛這個漢廷講得太好了 陳其邁給了大家承諾 這個支票很短 很短的支票都會跳票 還有一些我們看到 其實政治人物的責任 有好幾種 有法律責任 有行政責任 他還有一種叫做政治責任 政治責任大家記不記得 出事的第一天 我們找出現在的國中的課本 公民課本給大家看 國中的公民課本裡面 寫得很清楚 告訴我們的孩子 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政治責任 如果出事出很大的話 政治人物怎麼服務 就是辭職下台 很簡單 政治責任就是降負 所以立委陳以馨告訴大家 你看看 台灣最慘重的火警 是這個威爾康大火 64人死亡 當時總統李登輝 他親自向全國人民道歉 當時的台中市長林伯榮 遭到彈劾 然後停職 所以比照這個46條寶貴人命 蔡英文是不是應該 向全國人民道歉 陳其邁也應該要有 他的政治責任 然後陳菊監察院長 高雄人欠你的嗎 高雄人對你多好 在高雄主政12年 你擔任過12年的高雄市長 也應該要接受調查 因為這棟大樓 我們看到他的衰敗 他的公安問題 不是一天兩天了 所以我們的辮子妹 今天走上街頭 雖然我們看到高雄大火的事情 發生在高雄 但是全國民眾 都感到非常的痛心 所以陳其邁 該負極什麼樣的責任 他有沒有一些政治責任 他不能迴避 他該如何不迴避 我們來看兼辮子妹的街坊 陳中辰惡火 奪去46條人命 事發已經第九天了 至今沒有一個官員 自行處分或者是下台 你覺得呢 我們來去聽聽看民眾的意見 官員體體在裝傻 很離譜 楚華 當然陳其邁不是有說過他會負責嗎 對啊 他說他會負責 不意外啊 因為官員機體裝傻中 我也不太清楚說負責 到底他有什麼困難度還是什麼 但我會覺得 如果他可以負責 如果他講他要負責 他就要一些作為 水鍋第一啊 陳其邁說會負責 只是還沒想到怎麼負責 關於董王莫 這還不是基尊寶梅 市長要出來 出來 趕快去處理這件事情這樣 本身這個事情 就應該要有人出來去 去負責 該寄過就會寄過 該審處就審處 然後沒有一個官員 下台我是覺得 是真的還蠻誇張的 真的蠻誇張的 需要給民眾一個交代嘛 對啊對啊 而不是遇到事情 大家都閃這樣子 目前就是先處理這個後事嘛 對不對 至於說處罰 那是以後再講嘛 不偷給市長負責 基層那些股長什麼科長都要 都要負責 這才對啊 混蛋 那些人是混蛋 為什麼 偷就不負責 這個混蛋才不負責 你要曉得啊 現在是急救之中 你不要去辦那些 趕快救人 趕快把事情辦妥 那九天呢 可是九天也不算很久了 因為事情還有很多位查明 有可能他先講講的 對 他負責對 他負責本身要他下台 他會負責管理 把下面一個人去政府清除 他負責是這樣 如果真的他對此事 要負責的話 我也覺得很不捨啦 因為他剛剛當上市長沒有多久 可是他事後的反應 讓我有點失望 為什麼 你會不會以為他第一時間 就會弄得很好啊 對啊 結果呢 結果就弄得不好啊 對啊 傻眼 那他應該是要更緊嚴盛行一點 而不要這麼的隨意就放話說 他一定會負責 就是這種很官方的這種回答 我們的選項五摔鍋第一 陳其邁說會負責 只是還沒有想到要怎麼負責 是最多民眾選的答案 針對這個議題 你有什麼意見呢 留言告訴我們 好我們看到網友的意見 其實是滿中肯的這些民眾 有人說他負責就是負責 懲處基層 另外還有一位這個大哥他說 現在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事情要釐清 你講得太對了 什麼事情要釐清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是要釐清 當這個陳中誠 這個大火發生之後 第一時間高雄市府就說 因為他沒有管理委員會 沒有管理委員會 所以怎麼辦 所以當然官方的說法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安檢 那他裡面的很多事情 沒有對接的窗口 找不到人 然後他這個樓梯又鎖起來 根本沒有辦法上樓怎麼辦 所以施貨前幾天才安檢 一年也安檢好幾次 但這個安檢就叫做沒有安檢 我當天發現鎖住了 上不去貼個公告 打到回覆 就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好沒有管理委員會 真的很麻煩 找不到窗口 真的沒有管理委員會嗎 人家有 不但有 每個月還要繳500塊錢管理費 我拜託 所以你看到 今年初 住戶說 今年初才目睹 有街友偷走了大樓的防火門 變賣 當然 現在住戶很憤怒 裡面現在整個 整個在罵起來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主委不適任 主委包庇而且失職 如果防火門都還在的話 不會死那麼多人 注意 人家是有主委的 有主委 有管理費 你看到沒有 財務收支明細 有沒有 管理委員會不是都會貼嗎 每個月 110年二三四月的財務收支明細 有沒有 這個多少錢 那個多少錢全部列出來 後面還蓋了一個管委會的章 蓋了管委會的章 我再講一次 所以市府一開始告訴大家 沒有管委會 天啊 市府你不知道他有管委會 所以消息第一時間時候 住戶就說有 那時候媒體還半信半 怎麼可能市府不知道 所以現在市府 是公然撒謊的概念嗎 高雄市議員陳美亞說 大樓明明就有管理人員 也有管委會 為什麼消防安檢的人員 稽查卻說大樓找不到聯絡窗口 張貼公告就離開 說法謝則推諱 而且因為這座大樓裡面 住了很多老若殘 很多是老人家 市府當時第一時間還說 有都有關懷這些老人 都有上樓去看他們有沒有吃飽 有沒有睡好 你可以上樓去觀察 但是你沒有辦法上樓安檢 你找不到人幫你開門 是這樣嗎 這是住戶自己講的 消防安檢人員來訪 其會找不到人 上不了樓的道理 消防局根本在胡扯 然後講了一句 這句太好了 我說今天 這句一定要放在我們的CG裡面 因為這個是住戶自己講的 住戶說 第四台查偷接的都比你們強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手上有公權力 春齊老師 你也在這個公部門服務過 你第一次來發現 他鐵門關了我上不去 這影響到公安 影響到消防 他難道不能拆 這麼多次來來去去 這些我說檢查的人員 都是來假的嗎 現在談究責 我有幾個程式要講 你看第一個 你們訪問的 這個現場 有幾位 就說現在求責更重要 然後有的人罵說 那個基層混蛋 為什麼不主動起來扛責任 你們這幾位 你們這麼樣的 負責陳其邁 今天不是大家 只拼命在叫陳其邁負責而已 重點是 陳其邁自己說他有責任 當他自己都承認說 他不迴避責任的時候 你們在幫他開脫什麼 那不是很奇怪嗎 他自己都承認有責任 你們說不要 現在不要去弄 你們幫他開脫 你們是一個像樣的市民嗎 我真不客氣嗆你們 第二個陳其邁 現在人家逼上去說 你為什麼不成功 現階段以照顧罹難者家族為先 好 我們抱一點點希望 大家要記得 上次林佳龍在火車出軌 他一開始就逼 但是他最後是說 他終究會負責 你看到沒有 林佳龍最後辭職 所以我們 他是被逼下台的 好 看看陳其邁 救災完畢一個階段 他真的就會辭職 如果沒有 那你是不是要糊弄我們嗎 第三 你們要知道這政客的話術 他說他不迴避責任 前提是他沒講 如果我陳其邁有責任 我不迴避責任 他沒講 他只是說我不迴避責任 那我們就很善良 當一個人說他不迴避責任 當然就是認為他有責任 可是他有沒有講 他沒講 他只是說我不迴避 他沒有講說如果我有責任 他甚至講說我是有責任 我不迴避 他絕不講我陳其邁有責任 甚至是什麼責任 他絕對不會講 這是政客光看這種態度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玩假的 還在一位市民在幫他辯護 還推給基層 我跟你講就算基層 你剛剛講的都很有問題 重點是你今天做個政務官 這平常積累下來的 他們行政怠惰 那就是你政務官 你要鎖緊螺絲 你今天發生這麼大的問題 而且如果說這是新鮮事 第一次發生從來沒有碰過 那我們可能就苛責了 這是陳柯 這是多年的老鏡頭 你怎麼不知道 你拖拖拖 你有時間放煙火 你有時間陪總統 這時間你再追 這關真正要用力 要用心的 我當過行政官員 我怎麼不知道 私立不討好 能避就避 當你行政怠惰 然後你上面沒有鎖緊 沒有把它當作政治上 最重要的時候 今天這後果就來了 我還是要慘著講一下 因為今天蔡英文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兩個角色 一個是入委會副主委 一個是海基會的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次46位罹難的 我們這些同胞裡面 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他們是誰 那特別是這三位 陸佩 你幾乎無聲無喜 我只知道一位姓周 一個姓林 一位姓吳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是我們台灣的 老百姓在大陸發生這個事故 你想想看民進黨會怎麼樣弄 會放過他 對啊 輕輕輕輕 然後就說對安多糟糕多醜陋 但我跟你講大陸官員會馬上下台 你信不信 好 那我們不管這個 你至少人家受了這麼大傷害 也應該代之以理 該給人家鏡頭給人家鏡頭 那你跟我說 鄭先生你是太過分了 人家商家不願意出面 不願意提錯 我今天就看到一個很大新聞 我們的政務委員張景深 今天講了一個大事情 他說台灣一年車禍死3000多個 他心痛 他不忍 我一開始還覺得 這個人好像有點良心 不過這家是很沒良心 我認識他很久 忽然間良心發現 仔細一看 他是說這幾天 一位叫陳柔進的女作家 在淡水被車子撞得死了 所以他就心痛起來了 這個陳柔進文筆不錯 然後寫的東西也很好 他就是個綠的 所以關鍵是死到他們綠的時候 我們這個政務委員就出來講話 然後這個死亡的事情他就提押 那我們這幾位陸配 沒頭沒臉嗎 他們的家屬什麼樣的感受 他們為什麼來台灣 那個46位那個陳中成 到底是哪一些 真的都是大都是下階層的 他們就得屈屈在那個地方 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你怎麼回給他們一個面貌 迴避 閃躲 我跟你講 我再講一遍 如果今天是發生台灣人 在大陸受到這個 絕對是驚天動地 絕對是咒罵不比 然後把對方邪惡化妖魔化 我說像這種 都是兩套標準 然後回來講懲處 不要再迴避 三個層次都應該懲處 你今天特別是管理委員會 我是有一天 剛好跟他們一個住戶 他就幾天就讓我看到名片 我也嚇一跳 竟然有個管理委員會 是啊 總管是 所以你現在都會叫李太明的 你到底是平常怎麼樣在管理的 你收了錢 有的沒有的 而且還說什麼 對 住戶指控他這樣目不清 對 所以有關這一部分 到底平常怎麼管理 有沒有負起責任 第二個 這些行政官員 點到為止 都有印碼 我都有貼 我又跟你警告 我有貼公告 然後就沒事了 可以這樣子嗎 你明明知道 安全漏洞在那裡 你們就是我保護我自己 我該走 然後他第一時間最一開始告訴大家 大家沒有管理委員會 所以我找不到人 我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子 但怎麼可能 我的意思說假設你一天到晚 在這邊來關心獨居老人等等 你會沒有看到這個嗎 這個財務收支都有貼出來 一個住戶台講說去年都還看到 那個防火安全門 是最近才去拆掉 那你這個管理委員會的主委 或者管理委員會的總幹事 你不知道嗎 聽說李泰銘一個人身兼 又是林長 又是總幹事 又是什麼主委的 那你怎麼一下子講說 所以可見 可見我的意思說 高雄市府來這邊公安 大概也就是沾醬油的概念 說不定時間比蔡英文還少 蔡英文來三分四十四秒 他可能來有沒有 看看就行李如意 貼張公告就走 貼張公告就走 誰要你們管理委員會 沒有來登記嗎 所以我這三個要求 管理委員會一定要就責 那個負責的 第二個行政官員要就責 陳其邁政治責任一定要負 這個不能讓他逃過 但我們很快的談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有點玄機 因為我們看到今天 這個行政院長下令 就是說這個全國各機關 要降半期一天 但是已經第九天了 記不記得太魯閣出軌的時候 四十九人死亡 當隔天立刻下半期 而且下半期三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漢庭你覺得 九天之後今天 在明天 當然大家還是忍不住 要講到這個3Q了 在明天要投票的前一天下半期 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聯想 很多人覺得不可以這樣聯想 但是因為之前許智傑有沒有 就要辦這個陳中成的 還有陳柏惟的祈福 祈福的這個活動 所以這個事情 都可以拿來消費 很難讓人不把它聯想在一塊 為什麼惡火第九天 才要下半期 差這麼多 因為大家如果有記得火災 剛發生的那兩天 綠營電視台怎麼報導 他們就是消音不報導 對吧 那個時候的炮火 都還在挺陳柏惟跟打正立文 所以在事發的第一時間的時候 綠營基本上是要淡化處理的 是要冷處理的 是要演不見為盡的 所以那個時候 那怎麼可以降棋 當然不能降棋 可是到了後面 越演越烈的時候 好像那不降棋說不過去 對吧 所以因為他已經錯過了 基本上前面該降棋的日子了 那拖到什麼時候降棋 不如就拖到選舉前一天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對於明天陳柏惟罷免 其實最關鍵的 並不是說要讓反對罷免 就是陳柏惟的支持方 通通都出來 而是大家在看 到底支持罷免 有沒有辦法超過7萬的門票數 所以如果他們要把整個的局勢 把整個態勢 就是變得很哀傷的 很悲慘的 很不幸的 讓大家心情無阻的 不要出來投票 這才是他們的目的 就今天這樣辦齊 對 所以大家明天 就還是待在家裡 他是要打壓或要抑制 明天想要出來 投罷免票人的投票動機 這才是民進黨的目的 他說你不要那麼政治陰謀論 那不然他的原因是什麼 難道只是單純因為蠢嗎 如果是民進黨因為蠢的話 那明天是不是更應該出來投票 是不是2022更要把這個蠢的政黨 給下架 所以無論怎麼解釋 他要麼蠢 要麼就壞 只有這兩種可能 那麼再來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台北市 我們先前就問過了消防局長 就如果這種沒有住戶 或是有柵欄的狀況 到底可不可以去安檢 消防局長說 就是第一次 就是當然第一次的話 大概在張天 但後來一定會去了解一下 當地的里長是什麼狀況 第三次的時候一定就會進去了 那麼這個案件當中 在高雄 基本上他就是已經到了第三次的時候 還在張天 他到了第三次還在張天 如果發生在台北市 沒有 就該上去就上去了 很簡單 對 你就拆 門你是可以拆 你有公權率 對 而且哪有設個柵欄 你就不上去安檢 那如果你今天去查賭場呢 你如果去查宜村院呢 你如果去查民進黨 這種聲色場所呢 對吧 民進黨也是一種聲色場所 所以你不可能都不去查 如果我在家裡開賭場 然後再放個柵欄 警察都進不來 哪有這種道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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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